既然对方接受了邀请,那便意味着有谈的资格。 对方无故出现在上界,上界乃至周围之地都没有此人的消息,并且对方的实力极其古怪,乃至武技都有些捉摸不透。 这种人不应该成为敌人。 他邀请人便是想将对方捆绑在一条船上。 既然如此,你的任务算完成了,下去吧。 玄机月道,然而老者没有退下,他身躯颤抖,艰难地抬起头,一字一句道。 女皇,邀请函被那位前辈毁去了,并且那位前辈让我带话给您。 什么? 玄机月震怒,他作为上界女皇如此态度邀请,对方竟然拒绝。 什么话? 老者犹豫了几秒,还是原话叙述。 他说他下棋的时候,不喜欢外人打扰。 再有下次,化为粉末的就不是他手中的玉碱了,而是上界女皇的头颅。 话语落下,玄机月周身爆发极强之力,滔天的尾牙就这样覆盖而下。 而老者再也承受不住,身躯被一股无形的距离轰飞,然后硬生生地砸在了一面墙壁之上,彻底没有了声息。 玄机月金色的绣袍轻轻一震,目光看向苍穹的星空,一字一句道。 我上界之地,不是你等外来人可以撒野的?如此大的口气,我倒是想知道你来自何处。 血月之谋,星辰神漫,万千世界,我就不幸调查不出你的身份。 说完这几句话,玄机月看向黑暗之中。 玄元莫歇何时来上界? 黑暗之中传出一道恭敬的声音。 已经在路上了,只是神国和上界的结界最近不知为何变得复杂,想要赶回估计要些时间。 玄机月某子微眯想到了什么? 对了,给我整理一个人信息,关于墨雪明。 在不久前,玄机月的分身虽毁,信息未曾传达上界。 但有一个消息却是不需要借助分身便可知,那就是墨雪明和他的因果关联。 叶晨或许有天机遮蔽,但是墨雪明却难逃因果。 这也是他为什么和玄妃能知道墨雪明学习了他的三十三天鸿蒙古法。 而在玄机月看来,玄元墨爷可以成为他的棋子。 这墨雪明当然也可以成为他的棋子。 他为命运之主,便是要主宰世间任何人的命运。 借玉城 青秋云离开之后,叶晨心身一动,低喝道。 玄宴,出! 顿时,一朵炽烈的火焰轰的一声,从叶晨体内冲破而出,悬浮在他的眼前。 经过多次进阶,此刻的玄焰无尽严芒翻腾,一缕缕灼热的气息不断滚荡,火光缭绕之间,有许多璀璨的火焰符纹不断地交织着,显出了无比辉煌的气象,如一轮耀日悬浮于空。 轮回星焰,出! 下一刹,叶晨左手一番,一缕缕骨白色的火焰带着点点星光,从他手心升腾而起,正是轮回星焰。 此前玄机降临,他和夏若雪并肩作战,曾吸收过一丝轮回星焰,后来大战玄机月的绘土分身又得到了一丝。 这一刻,叶晨没有保留,将体内所有轮回星焰的能量全部释放了出来,融入到悬焰里面。 太古煞焰,出! 现在叶晨跨入混沌三层天,掌控太古煞焰也变得容易多了。 神火相容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,很容易引发排斥,导致爆炸。 然而叶晨并没有惧怕,手掌再度一翻,再次祭出了一缕充斥着无尽煞气的烈火,正是龙承天赠送给他的太古煞焰。 叶晨手掌一挥,太古煞焰飘向悬焰,想要融合进去。 他想升级悬焰,赢得丹尊大会。 光融合轮回星焰是不够的,必须再融合太古煞焰,才有足够的资格战胜丹皇杨烈两父子。 轮回星焰和太古煞焰如一条白龙,一条赤龙。 疯狂冲击着悬焰,想要突破神火箭的排斥彻底相容一起。 道道恐怖的冲击能量不断飙射而出,周围的虚空顿时一片滚烫。 剧烈的高温弥漫出去,空气痴痴作响,四周的山石草木都是迅速枯萎,变成了一片烈火炼狱般的世界。 水气不断蒸发,化作烟柱升天而起。 而叶辰的额头上也冒出了大汗,感到一阵巨大的压力。 他双手捏着印绝,勉强维持着三缕火焰的稳定,一旦稳定失控就会造成恐怖的爆炸,将他身躯撕扯成碎片。 天哪,世尊想做什么? 远处的树林里,青秋云看到这一幕顿时无比诧异。 原来他的少女心思全部在叶辰身上,哪里舍得真的离开? 他躲到远处的林子里,默默注视着叶辰的一切。 现在看到叶辰融合神火,他顿时无比的震惊。 神火这种宝物和三十三天鸿蒙古法,三十三天鸿蒙至宝一样,也是天地造化而成的存在,不是人力能够创造。 但和鸿蒙古法,鸿蒙至宝不同,神火是纯粹的能量,炼化都非常困难,更别说融合了。 但现在叶辰居然想融合神火,简直是匪夷所思。 青秋元确实不知,叶辰早就有过融合神火的经验,现在他融合的不过是一缕轮回星焰的残体,还有太古煞焰的部分能量,并不是全部,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 叶辰手掌镇压,不断将轮回星焰和太古煞焰的能量压制到悬焰里面去,但神火箭的排斥力实在太过强大, 不论它如何压缩,这两股火焰都不肯融合下去。 而且随着它的压制,轮回星焰和太古煞焰的能量反而是变得狂暴,不断发出闷雷般的炸响,令人胆战心惊。 这都快要爆炸了,师尊还不收手。 青秋元睁大眼睛,听着那不断发出的闷雷炸响,他眉毛里满是京剧,生怕这三道神火会突然爆炸,酿成滔天俱火。 闷雷声越来越剧烈,夜沉深浅的虚空,悬焰,轮回星焰,太古煞焰凝成的火焰团,不断咆哮着,能量极不稳定,似乎随时都要爆炸。 然而就在这时,夜沉浑身筋骨震荡,一个古老的音节沿着他的骨骼传递,一直传到了手掌,凝成一个金色音符缓缓声腾而起,灌注在上空的火焰团里。 随后,一个个古老音符带着滔天的鸿蒙气息,不断从夜沉手掌飞腾而起,灌注到火焰团之中。 煞时间,整个火焰团被无上的圣佛金光裹卷,无数个浩荡的音符在火焰团四周不断地跳跃着。 下一差,火焰团的闷雷乍响,便是彻底停止,三道神火居然开始渐渐融合了。 在鸿蒙古音的碾压下,神火箭的排斥力居然被碾碎了,互相之间不再排斥,开始融合。 很好,看来没问题了。 夜沉微微一笑,他敢融合神火自然是有所依仗。 他的天龙八神音越来越熟练,依靠着天佛盛畅的镇压,足以瓦解神火箭的排斥力让他顺利融合。 终于,轮回星焰和太古沙焰的能量彻底融合到悬焰之中。 整朵悬焰顿时神光璀璨,爆发出滔天的阎芒,宛如凝聚了诸天火气,火焰燃烧之际如岩浆翻腾,无比的赤裂。 在无尽阎芒的背后隐约之间,悬焰外层还堵着一层金光,这是天龙八神音的光芒。 在天龙八神音的灌注下,悬焰都得到了一丝鸿蒙气息,有无比浩荡的佛光圣气。 升级成功! 叶辰满脸喜色,满意地点了点头。 此刻的悬焰彻底升级成功,既吸收了轮回星焰和太古沙焰的能量,又得到一丝鸿蒙佛气的守护。 能量之磅礴简直是通天彻底。 叶辰屈指一弹,悬焰化作一道金红色的流氓,猛然飞袭而出,拖出一条长长的火尾巴。 远方一座山岳在悬焰的碾压下,顿时山头都被削平了。 悬焰的威力已经到了焚山珠海的地步。 好厉害! 青秋云看到这一幕,先手掩住嘴巴无比的震撼。 这么厉害的神火,如果拿去炼制丹药,绝对要惊天动地。 三天后的丹尊大会,叶辰必胜。 徒儿,出来吧! 叶辰收起悬焰,微微笑了笑,他早就知道青秋云躲在暗处。 师尊… 青秋云怯生生地走了出来,没想到自己早就被发现了。 清晨的一缕阳光落在青秋云曼妙的郊区上,他整个人仿佛都带着一层光环,无比的清丽,无比的漂亮。 修炼不知十日,原来叶辰融合火焰,升级悬焰,居然花了一晚上的时间。 你不回家,不怕你爹生气吗? 叶辰看着青秋云笑道, 我爹正在气头上,我如果现在回去,怕不是要被他打死? 青秋云吐了吐舌头,却是有点害怕的模样。 他冒着得罪丹皇世家的危险,任叶辰做师傅,此刻回想起来,自然也不曾后悔。 但想到激怒了父亲,关系闹得这么僵,总有点过意不去。 他也不敢回家,围禁之际,只有等叶辰夺冠,展露出足够强横的实力,让青震中改变想法,他才敢回去。 叶辰摇了摇头道,你还是快点回家吧,彻夜不归,不知外面会有多少咸咽碎语。 狮子,我不在乎。 青秋云挺了挺胸脯,满脸坚决的模样,拉着叶辰的手臂道。 狮子,你跟我来,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 看什么东西?叶辰有点疑惑。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 青秋云拉着叶辰下山,偷偷摸摸绕了一段路,来到青家府里屋后的桑树林。